你再好好想一想 关队长 在你的灵魂深处 就没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 在八角冒气泡吗 冒什么气泡 冒什么气泡 和漂亮你人说话 是吧 这是一生当中的一大乐事 这个作为男人 都希望这样的事情 有一天砸在自己的头上 难道不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怎么着 难道说错了 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干部 就非得喜欢和丑八怪女人说话 才叫无产阶级思想 老子说了句男人的真话 怎么就成了资产阶级 发什么响 冒什么气泡了 你们看一看 你们听一听 关队长 这就对了 实话实说嘛 这就更加说明你 半夜去找染妖姑 不是什么劝降 而是你喜欢这个女人 你干脆就说 老子去约会了不就完了 你看 大伙都听见了吧 我说呢 这阮家这么多日子以来 黑灯瞎火的 怎么灯一亮你就去了 我说是约好的吧 正为你还不信 还唬我 你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 是要不得的 你要好好地反省你自己 同志们 我再说一次 我是去劝他缴械投降 没有别的 你们爱信不信 同志们 关队长的问题 还不仅仅是这些问题 还有性质更加严重的问题 一次就一次说完 爽气点 你是不是说过 在老子的眼里 你可是比我们 共产党队伍里的一些男人 更有欺负 同志们 我连一个标点符号 我都没有加进去 你说过没有 我说了 我原话就是这么说的 怎么着 我现在还要说 你 一个共产党干部 跟踪我 两个娘们儿还不如 我认我现在说的话也对 现在形势这么复杂 我跟踪你怎么了 我跟踪你 我是为了保护你 那是爱护你 关队长我告诉你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甭给我闯那些 老子怎么看你怎么不顺眼 你就是个娘们儿 关永波 你给我回来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政委 这会还没有开完呢 那就接着开 关永波同志 你是独立大队的队长 还是县大队的副大队长 要端正对革命事业的态度 那好 我就做一个自我检讨 首先 我感谢同志们对我的关心帮助 其次 我要感谢翟副队长 跟个娘们儿似的对我的暗中跟踪 深刻地指出了我 思想联合上的资产阶级 发小猫气泡 再有我要说明的是 我去见染妖姑 就是让她脚蟹投诚 要说私信 有 不想看见我们彼此开伙 牺牲更多的同志 和更多的人 再有 染妖姑 也算是个美人儿 我想请问在座的同志们 有谁愿意 见一个本部该去死的美人儿去死呢 如果这也算是资产阶级的发酵冒气泡 我认了 但是 我的目的只有一口 还是有 只不过 是要用不打一枪一弹的方式 来解决这股土匪势力 没有错吗 我认为没有错 你这什么检讨啊 说来说去你自己没错 那就是证为我 我 我们大家错了 今天我把话撂在这里 染妖姑 我一定要劝她偷诚脚欠 你们谁还别想拦着 那她要是不偷诚呢 那老子达成自己 打死自己行不行 打死自己行不行 大伙都看见了吗 都看见了吧 这就是我们的关永波 关大队长 道 道歉 大妹子 妹妹 我今儿 算是摘了你的罐了 当我二十六岁那年起 那死鬼男人离开家以后 再也没有 也不知道是谁是活 那时候啊 我每天就守着金宝小店 一天都没气 有时候病了 还得挺着干 你说 这女人身边要是没个男人的 这女人身边要是没个男人的 日子 就有什么好过的 气 哎 要男人干什么 你守住她的人 你守得住她的心吗 啊 我跟你说啊 这男人跟女人啊 就是想着一块去 你就是那蒋团长嘛 我本来还指望靠着她 过两天安稳日子 可是她骗你就是不消停 跟共产党打来打去 你说这男人 为什么放着好日子不过 应该过那些东走西藏的日子 我知道为什么啊 为什么啊 你们男人啊 她都有心魔 这女人能管住男人 可是你男人她管不住她自己的心魔 管不住 根本管不住 江团长对你好不好 她 她 好不好 傻好不好的 我跟她呀 重其量就算得露水姻缘 但是还是舍不得放 你撒谎 什么露水姻缘 就是喜欢的 你说 什么是爱啊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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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就是呢 就是你愿意给她去死 你愿意给她 使甘情愿去死 你为了她你什么都舍得下 你就是不能感知她难受 她要是难受吧 她要是难受吧 你就觉得你比她还难受 你不 你说我长得难看吗 你呀 你呀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 对 你说我长得又不难看 我又不老 我是堂堂那剁靶子 她情愿说干嘛不要我呀 她跟我回回 她还把个城里的女人带了回来 可我只要看到她就好了 我什么都没事 她现在要走了 要带着那个女人走了去 你说我怎么办呀 我舍不过她 哥哥 什么他妈的狗屁呢 回回回就算了 大不了再找一个 大不了再找一个 他哪儿再找个青年叔 天底下男人有的是 你为啥肥咬他呀 老师娘大夫 如果我是男人 我肯定好好疼你 好 今天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 就开在这儿 欢迎帮留下 其他同事再会 是 是 同学 到 再给官队长倒点水 是 坐吧 小班呐 现在就咱们两个人了 你有什么想法 说说吧 周伟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你说我什么 我听着 我接受 可是咱们这个院子里边 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样 对党 我听着 一心无二 一心无二 我知道我知道 你说的是翟队长是吧 我关永波 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赤胆中心 这一点你清楚 这点我完全相信 但是 你是个干部吧 你要对自己严格要求 他们就说你 拿国民党的衣服 改军中穿这件事情 如果战士们都跟你学 那你说我们这个部队成什么样子 我没让他们学啊 这不是个学不学的问题 这是个导向问题 我们的干部的一言一行 在战士们都在一边看得清清楚楚 都在跟我们学 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郑委员 我就是图个新鲜 好看 不过那个料子穿在身上 比我们这个料子穿在身上 带劲 小官 咱们居分区的罗副政委 对你非常的关心 前不久还在问 郑县长 你感觉怎么样 还希望领导商 要多关心你的成长 多给你加一些个担子 让你去断 可是像你现在这边 今天犯一个小错 明天又出这个新问题 你说 你说领导商怎么把那个 重要的担子交给你 白恩 你说 咱们就说你去着邀姑娘这件事情 你想想 你一个大男人 人家是个大姑娘 你干嘛晚上去呢 你白天就多好啊 郑文娜你可冤枉我了 我白天去过 家里没有人 我是打了几天埋伏 昨天晚上才把他堵住 我就是一个心思 想尽办法 我得说服他 把他投诚交信 我还是原先那句老话 懒妖姑和我弟弟秦天树 自由定下的娃娃亲 让我带着兵去剿灭他们 我下不了手 他们两个人 和那个姓蒋的团长 还有博豪不一样 我还是那句老话 我该死的笨蛋 宅副队长 违抗我的命令 打死了他们的父亲 不然 我们今天在文山厂的剿匪工作 就少举两个敌人 这边都不到 ıııı涵 International 哎呦 这把鞋脱了 哎呦 怎么喝这么多 你回来了 回来了 你跟妖姑怎么了 怎么就喝这么多啊 好 在隔壁睡了 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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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官 严格要求自己 是不会有错的 你不要对翟队长有偏见 他这个人啊 人不坏 就是方法简单一点 多给自己悄悄警钟 好吧 你去忙吧 回头呢 给我写一个思想总结送过来 是 哎 哎 对了 查查把这大事忘了 这什么呀 不会是思想总结提前写好了吧 没有 肚子里一张大福岗呢 结婚申请报告 谁啥 我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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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官大少爷 你怎么回事你啊 那天下女人多了血了 你怎么偏要和一个同北桃子姐姐结婚呢 你怎么偏要和一个同北桃子姐姐结婚呢 哎 怎么不能结婚了 哎 哎 妈妈 天上回来了 天上我下地了 你还病了呢 快回回我来 没事没事 这人风喜事啊 啥病都没了 哎 那你的签抽得怎么样 道长说了 我抽了个上上签 他说没有几个人能抽到我 这么好的姻缘签的 太好了 那结婚的黄断吉日排出来了吗 排出来了 是下个月初六 下个月初六 哎 下个月初六 那没几天的事了 嗯 哎呦 太好了丫头 好 自然都 快 上房休息 我坐饭去 啊 休息吧 好 管理长 哎呀 我们胡正伟可不是一般人哪 这面条吃的跟吃山珍海味似的 透着那么带劲 胡正伟 你面里边加点腊肉更好吃 我给你加两款腊肉 怎么 你想吃啊 谁敢去啊 抢来的东西吃的更香 吃吧 吃吧 打酒吧 谁吃你那痛不香啊 不吃啊 不吃你倒什么乱 一边去 正位同志 你已经三天没和我说话了 我请求您和我说话 说话说什么话啊 我说话你爱听吗 爱听 我知道正伟肚子里边有好多话想跟我说呢 你以为我是那个娘们儿吗 哭着喊着等着你举的啊 正伟想跟我说的 就是那个哭着喊着 要嫁给我小娘们儿的事 你说吧 我听着 没话 那是你们的女人啊 我不敢说 俊杰 收入 到 我说你跟着我干什么啊 大清早上你没事干的 没事啊 正位同志您是要出去吗 我给您当警卫 我是要出去 我上盲房 你也当警卫 上盲房那更得警卫 我担心您一人上盲房不安全 开会的时候您不是常说吗 现在阶级逗中行事十分复杂 要时刻保持革命警惕 我把枪给大人 扯什么蛋 是 你还真跟着我上盲房啊 我得保卫您啊 我不用你保卫 你说我到底什么事 还是刚才那话题 什么话题 就那哭着喊着 要嫁给我小娘们儿的事 不是你 你怎么那么嫁呢 这 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这个话题不好说 有什么不好说的 真的不好说 你张嘴就说了 有什么不好说的 这样这样 你先回去啊 改天找一个时间 我们另聊 你先来 这位同志 今天这个话 要不是说明白了 我以后这工作没法干了 你要是不跟我说明白 你走到哪儿 我得屁股后面跟着呢 看你这个出息 一个女人 就把你搞成这个样子了 我是说 我总得跟人家有个交代吧 你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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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没结婚就沾了星 人家不肯放过你啊 没有的事 我说实话 绝对没有 我的那个意思是说啊 我这结婚报告都交给组上三天了 那总得有个说法吧 我当时不就给你说法了吗 你给我什么了 我说天下女人多了 你干嘛非得娶一个 什么土北头子的姐姐当老婆呢 你呢只是个人看 个人看法能够代表组织上吗 代表不了吗 杯子牛 反正你今天必须得告诉我 组织上在我结婚这个问题上 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不同意 我不信得逗我玩的 逗你玩干什么 我吃饱撑的呀 那结婚有什么不同意的呀 就是没同意 走 自己看 走走走 我不见你 你听 关于关永波同志的结婚申请 组织部门经过认真讨论 同意你 不予批准 望做好关永波同志的政治思想工作 黎川县大队组织部 你看 这还有一个大福利印章 看见了 看 你自己看 我个人意见是不予批准 请组织部门慎重珍重 文莎厂独立大队政委胡文志 胡文志 我对你有意见 你刚才叫我什么 长辈了啊 知乎其名了啊 胡文志同志我对你有意见行了吧 行行行 你爱叫我叫什么 叫我老胡 叫我老胡 那你说说看 你为什么不同意我结婚 写这么两句话 给谢组织部 他们能同意我结婚吗 再说了 我结婚按你什么事了 你说说看 你为什么不同意我结婚 我就是不同意你结婚 中国共产党党章上 哪条哪款写着我 我关永波不能结婚 好好好 我我刚才说错了啊 我不是不同意你结婚 我是不同意你跟这个女人结婚 我加入共产党 第一件事先学明什么是共产党的实事求是 我现在问你 土匪的姐姐是土匪吗 是还是不是 不是土匪 既然不是土匪 为什么不能够和我结婚 哦 我现在明白了 是因为你还没有结婚呢 你看着我 这么一个年轻有为的革命干部 要娶一个漂亮的娘们 你嫉妒我 是吧 你嫉妒我结婚接你前面了 是还是不是 所以你才不同意我结婚 对不对 你 老子是打仗打的 我没时间我 我 我是关永波 你别不是好歹 来 我告诉你 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你知道不知道 这是组织上对你的政治前途负责任 你知道不知道 你是个年轻的干部 前途远大得很 不能把你自己毁在一个女人的手里 你不值得 我告诉你 胡闻之统治 你不不让我结婚吗 我原来就没打算娶我四姐 你现在拦着我 是吧 我马上就找这小娘们去 明年我就生一儿子 一件事就管你叫胡闻之 嘿 你回来 干什么 你这个浑小子 你真是 你 我告诉你 你不听我的劝告 你早晚毁了你自己 你别生气啊 我告诉你实话吧 我要取这个小娘们 我哪儿 是我 胡闻之 阿县长 根据情报科结会的最新情报 文沙厂反共救护军第八纵队 就是 那个原来国民党 什么上校团蒋团长 他们已经和其他的补匪 纠集在一起 目前正在集中训练 准备在红叶岭山头 在解放军 参加 越界脚匪的独立团 第六连归来的途中 对我军打揭秘战的情报 先为讨论决定 将计就计 要求各个区 制定说具体的作战方案 按照区化实施 反围歼战役 是 我知道了 我们马上布署具体的作战方案 嗯 这次 敌人究竟的规模比较大 武装里两个家强 一定要周你的部署 只能胜不能输 好的 我知道了 我们做好具体部署以后 马上将已经报告了 你放心 我们一定打胜仗 去杜战士 分析一下红叶岭的具体地形 对了 顺便把摘队长叫 是 等等 来这个 来 报团作 集合完毕 好 开始操练 是 医生 按其拿格斗队列 散开 准备格斗 你 再走 张团长的队伍就是这样 到底是正规军哪 连将 到 你去续练 颇爷的手将 至少一个班 给我练出一两个神降手 是 二连长 上 你去训练袍哥 教会他们勤达格斗 每个人至少会两三套 上 一 二 二 二 三 二 四 三 五 二 六 三 三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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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身子都比较多了 是我们的重点的福利 四 您的手下 现在也都是正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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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四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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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这儿训练几天 我保证很快就能提高他们的战斗力 江团长 我的家丁基本都是些农民 现在农伙忙 他们就不用训练 这红叶鹅的战 是咱们打过翻身仗的重点 咱们一定要让共产党 是咱们不能再离川县来 在红叶岭和齐潘山之间 有一条很深的大峡谷 这是一个设服的好地方 现在只是我们在这里设服 对蒋国欽手下的 国民党的这股残余势力 进行一次尖闭性的打击 最好能够吃着 我们可以根据县委的这一指示 来部署我们的作战计划 有没有意见的 咱 你看 如意 好 不 你怎么来了 永伯哥 你怎么来了 天忧 你现在在大山安住着已经不安全了 收拾一下东西 我们换个地方住 我 我不能离开这儿 不能离开这儿 为什么 天叔来找过我了 我们已经说好了 要一起回省城去 把孩子生下来 天忧 恐怕天叔 还不能带着你去收拾 为什么 我实话告诉你 天叔现在手里边一共有三百条枪 只有天叔把这三百条枪 向我们人民政府搅了 不再和那些土匪混在一起 他就可以带着你平安地离开 只要天叔搅了这三百条枪 我们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回省城了吗 对 永伯哥 你放心 我一定说服天叔把这枪搅了 那你们政府能为他宽大处理吗 能宽大处理 永伯哥 我不走了 我和天叔约好了 他会来接我的 我见到他 一定让他把那些枪搅了 相信我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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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已经备好了 好 明天一早上山 把小营接回来 随时准备走 我已经派人到各处看了 现在路上查得很严了 没有乡政府的路条是不能通行的 虽然有条小路 但是爬坡上坎的 我担心少奶奶的身体吃不消了 总会有办法的 车到山前会有路的 好 早点休息吧 您也早点休息 天叔 你老板 你怎么会有事 因为我们就快点了 从来 你来办的 恼勞 你来办法的 你来办法的 让你来办法的 约定了 你们要了 你来办法的 你跑的 我又来调整 我把你接回家 我守着你 守着你肚子里的宝宝 一天天地找他 天树 有伯格来找过我 他和我说 只要你缴了那些枪 政府就不追加你任何责任了 赶快去把那些枪缴了吧 小渊 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情 你就别管了 收拾一下跟我回家吧 天树 你就听我一次吧 去把那些枪缴了 然后咱们干干净净地走 好不好 小渊 有些事情你根本不懂啊 你要不叫那些枪 我哪儿都不跟你走 关着门呢 那行 开着 为了早睡日子 我今天一大早 我就去到关那儿去了 那人可多了 我今天早上都没吃饭 你看 求劳了 我们共产党人不信这一趟 你就干脆说具体时间吧 是下个月初六 大吉的日子 下个月初六 不想 到那会儿黄花菜都凉了 我等不到那个时候 那你说 你说什么时候定 要结婚 你定 要结婚 两天以后 两天 我什么都没准备呢 怎么结呀 结不结 要结婚就两天以后 要是不结就再没结婚这事了 我结我结 两天就两天 反正我的嫁衣 你妈早就给我准备好了 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 咱俩结婚 天树回不回来 当然得回来 我是她姐 她姐结婚她能不回来吗 那你知道天树在哪儿吗 当然知道了 那咱俩一块通知她 行 疼什么疼啊 还怕别人看见啊 怕被别人看见 这要是让我们同志看见了 我齐着麻抱着个女的 我有一百样嘴 我也说不清楚 那有什么说不清的 不是就要结婚了吗 我还是歇下了 你干嘛 永波 你花 我要那个野花 那儿呢 那儿呢 那个啊 快去 那儿 等着 才四点 那片橘林是谁呀 咱家的 咱家的 对啊 我都不知道啊 你的手太小了 知道了 我告诉你啊 以后咱俩结了婚 你跟我都是人民政府的 这片橘林也是人民政府的 像是生于我孩子 也是人民政府的 知道吗 知道了 是人民政府的 走吧 走吧 仙叔真的在是吧 走吧 天叔 姐 天儿姐姐 天叔 你来干什么呀 我是来告诉你们结婚的事 结婚 姐要结婚了 姐要结婚了 永波他答应了 什么时候 明天 就明天 明天 永波说了 我们的婚礼你必须参加 姐 嗯 你一个人来啦 两人来的 结婚这么大事 你问 表姑 怎么样 你啊 你啊 也得参加个婚礼吧 当然 天儿姐姐的婚礼 是一定要做的 哎天儿姐姐 我呀 我得给你被大脸 我 蓝小姑 你要干什么 蓝小姑 你干嘛 蓝小姑 你得明白 我老子让你参加我的婚礼是救你 少来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算盘 我去了我还能走吗 我没让你给我扯了 让他走 走 那 这混蛋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老子是个混蛋 有望 你干嘛 我有望 你干嘛 那是你弟弟 你听了就说 四姐 老子明天要干大事 如我的全数 要是和那些土匪搅在一块儿 天叔就死定了 我现在把天叔打昏了 带到我那儿藏起来 明天我们进宫的时候没有天叔 我就能救他 天叔来了 找我绳子 要带他 现在去 帮队 到 官队长回来没有啊 还没有 这样 官队长回来以后 你马上让他到政委办公室拨到 是 来 政委 您看见没有 明天就是大战再继 关永博关大队长 干脆不露面了 我看他天生就是个惹祸胚子 都诚实不读 败事有意 政委 我敢说啊 八成又和那女人约会去了 展历长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你也是老部队了 没有根据的话不要乱说 我瞎说是吧 那好 那您告诉我 这时候他能去哪儿 不管怎么说 我就是不能相信 在这关键的时刻 他会去干那种花花草草的事情 政委我对你有意见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护着他 你 我请问您 有没有比明天洪夜岭这一仗 更为重要的事了 他是大队长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